哈囉大家好我是華生 我是阿溪 上一支影片我們回答了在IG徵集到的10個 關於出發、車子還有生活方面的問題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我們要繼續來回答另外10個 關於入境、銀行帳戶跟保險的問題啦 一起來看看能不能為你解惑吧 GO 那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需要申報的東西是在入境卡那張填寫嗎? 沒錯在飛機上的時候你就會拿到一張入境旅客卡 記得不管上面的文字是中文還是英文 你都要用英文來填寫喔 但是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有把這個中文版的入境卡連結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你可以先下載下來然後到時候可以對照的填寫就可以了 第二個問題是 可以帶保健品過去嗎? 哪些物品到澳洲需要申報海關呢? 那我們先回答保健品的部分好了 保健品也是蠻多種類的 不確定是哪一種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中藥類的也算是保健品 那中藥其實有點難說 因為它的成分會比較複雜 然後又比較難去跟海關說明它到底是什麼 沒錯 所以我們不太建議攜帶中藥過去 另外如果是像那種膠囊類的 維他命C或是D或是蔓越莓錠那一些 其實澳洲它本身就是 保健品大國 對我們都是從那邊買的 對啊而且像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那個 Chemist Warehouse 它裡面就有琳琅滿目的保健品可以給你選擇 所以真的不用那麼辛苦 佔據自己的薪額 然後從國內帶到澳洲去 另外就是還有哪些物品是需要申報海關的呢? 需要申報的可能就更多了 像是一些食品啊中西藥啊 還有一些菸 還有一些超過限制的一些現金 可能都需要申報 那具體的訊息跟剛剛的保健品一樣的 都在澳洲的海關網站上面有 那網頁我們也放在說明欄了 你可以去對照一下 這個部分其實也大家不用太擔心 因為其實它都寫得很清楚 然後我們也有幫大家附上了中文的版本 所以就是出發前再花個幾分鐘 好好核對一下那個表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 請問三簽是不是要等很久 大部分人好像都是會在台灣等簽證下來才過去 這個有點不確定 它是不是翻到比較舊一點的攻略 因為我們在澳洲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是在境內申請二三簽的 而且你申請了之後 如果還沒有下簽的話 可以通過過橋簽來繼續留在澳洲 不一定要回來 對 如果你申請的資料都是正確的 完整的 其實下簽的速度 依照我們自己跟身邊的人經驗 其實都還蠻快的 對 有的等了很久的 可能是你的訊息錯誤 那就需要去主動跟移民局聯繫 打電話或是email都可以 他們是會回覆的 主要是這個問題就不太確定 你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你可以再私訊我們講得更詳細一些 那再來就要進入到 關於銀行賬戶的問題啦 第四題是 WHV能不能開銀行賬戶呢 還是只能用現金 澳洲現在似乎都是刷卡付帳為主流 首先 WHV是完全可以開銀行賬戶的 對 我們剛剛去的 可能第一件事或第二件事就是去開銀行賬戶 我們當時開的是 ANZ 然後可以同時把 開銀行賬戶之後 結束工作假期要到銀行取消這個賬戶嗎 會需要手續費嗎 我們之前看到一些攻略確實說建議離境之前去取消你的賬戶 但實際操作下來呢 我們自己是沒有取消 因為到時候你要退你的離境養老金 還有第二年的這個退稅 都需要用到你的銀行賬戶會比較方便 如果沒有銀行賬戶的話 可能要通過支票或者匯款 這可能有些損失 當然如果說你怕麻煩的話 確實可以在離境前就申請取消 然後取消也是沒有手續費的 那如果說你希望離境退養老金 還有退稅方便一點的話 那麼就可以先不取消 等這些東西都辦完了之後再去發Email給銀行 或者是打澳洲的銀行的電話去取消 也是不需要手續費的 像我們是離境之後還是保有這個賬戶的 那可能會需要支付一些管理費 A&Z 他一個月的管理費是5塊澳幣 對 但是如果說你的活氣賬戶的每月的進賬額 有2000澳幣以上的話 他可以免除這個 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就是如果說你賬戶的儲蓄賬戶 有2000塊錢以上的話 從儲蓄賬戶把錢轉到你的儲蓄賬戶 也是可以免除這個管理費的 CommonWall好像是4澳幣 對其實規則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自己的兩個賬號互轉也是可以的 對 那關於剛剛華生提到的 離境後的退稅啊 或者是退養老金街 我們之後也會再整理一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流程 那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呢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 然後可以留言加一 我們就看加一的人多不多 去安排這個影片製作的進度 然後再來是 問說有推薦使用的信用卡或是銀行嗎 那銀行的部分 其實我們剛上面有推薦過了 就是 ANZ或是Common Wealth 是比較多人推薦的兩家 對而且他的線下網點比較多 會比較方便 然後信用卡的部分 可以請華生來說一下 好當時我去的時候 其實也是準備辦一張信用卡的 但是我了解之後發現他們很多的信用卡 還是會有一些帳戶費用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方面 因為你的工作不穩定 可能不能滿足 開卡的門檻 所以我當時沒有去嘗試申請信用卡 還是只用銀行卡 用起來其實差不多的 那如果說有其他朋友有經驗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分享喔 再來就是進入到 也是很多人問的關於保險的問題 那第七個問題是 想請問保險 很簡潔 對 那保險問題其實可以說一整集啦 我先簡單說一下 醫療險和車險 因為打工度假和學生簽 是沒有納入澳洲的公共醫保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考慮 自己去買商業保險 持有學生簽的 會比持有打工度假簽的 選擇稍微多一點 因為有很多保險公司都有推出 學生專用的保險 但如果只推薦一個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boopa 因為我了解過 它的價格相對是比較低的 覆蓋的範圍 根據你的需要 它是可以調整的 有很多種方案可以選 有些可以看牙醫 有些可以去配眼鏡 然後有些還可以打那個 HPV疫苗 並且對於背包客來說 它的網點比較多 那如果說你在當地 需要線下報銷的話 會比較方便 而且它的很多網點 都會有中文客服 沒錯 溝通起來會更便利 非常重要 因為保險的東西 有時候有點複雜 對藥啊 然後一些病啊 你可能不知道一些詞彙 那有中文的說比較方便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了解更詳細的保險訊息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加2 然後我們會再整理一集關於 保險的方案 還有當初我們研究哪一個方案的 CP值最高分享給大家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 打工度假是先級簽好 還是後級簽好呢 通常來說這個也是因人而異的 不過大多數情況呢 我會建議先級簽 原因是如果你剛入境 其實是比較難一開始就找到很滿意的工作的 那麼通常都要從苦力的工作做起 那個時候你就不如去找一個農場或者工廠類的工作 先去級簽 拿到簽證需要的88個工作天之後 再去想辦法逐漸升級換更好的工作 而且像我們之前有一些背包客分享 就是他一開始沒有集簽 但他後來又後悔了想要申請二三簽的時候 就發現時間根本來不及 做足他需要的天數了 那這就比較可惜 所以會建議 趁時間還比較充裕的時候 先把他集好 你到時候要不要申請 那是你的選擇 然後還有一點是 如果你可以在你當初體檢完的一年內 就申請二千的話 你還可以再省下一筆體檢的費用 然後再來第九個是 請問有推薦的咖啡學校嗎 因為我們之前有在IG發了一篇貼文 是介紹咖啡師的薪水跟工作環境 然後就超多人來問我們有沒有推薦的課程 其實澳洲咖啡師的課程 可能是比較適合你已經入境澳洲了 然後你完全沒有咖啡相關的經驗 但是你又想找咖啡師的工作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咖啡師的課程 快速的去學習一些 在工作上可以應用到的經驗 那如果你是還沒有出發到澳洲的 其實你在台灣就可以先去找一些 例如星巴克或是一些獨立咖啡店 去累積自己做咖啡的經驗 跟拉花的這個技能 就先練好再來澳洲 其實你就不太需要上這個課了 因為你實際去應徵工作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會看你有什麼課程的證兆 我們在那個天文也有分享 澳洲咖啡廳基本上你去面試的時候 他就是直接讓你試工 就是直接說我要一杯什麼什麼咖啡 請你就直接做給我 然後他也不會跟你介紹機器怎麼用 或是牛奶放在哪 所以就是很考驗你的工作經驗 一般的咖啡店的老闆如果說你在大城市去應聘的話 那競爭會比較激烈有可能會看你的證書 那如果說你在小偏僻的地方的話 老闆一般都是需要你去all round的 就是基本上店你什麼事情都要管 點單也要會點 所以英文能力也要有 對這種情況你的經驗就更加重要了 那如果說你在澳洲 有一種選擇就是先去到一個咖啡廳去做服務員 然後在咖啡店裡面去慢慢練 所以這些選擇都可以不需要這個證書 或者是像我們上一支影片有提到 其實這些課程也是先幫助你去了解 你到底喜不喜歡做這件事 對你上完這個課可能會發現 哇我對拉花真的是一點天分都沒有 或是我對咖啡一點熱情都沒有 對所以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是一個非常有深度的問題 他說在澳洲如果遇到挫折的時候 該如何調適呢 我是認為不論你在哪裡 或者是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遇到挫折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 其實有時候你會把挫折放大 比如說你現在暫時找不到工作 可能會覺得之後如果找不到工作 你存款不夠怎麼辦 然後人又在異鄉可能就會覺得 孤軍奮戰有點孤單 而且如果你會有這個感受 代表你應該是 已經嘗試去做一件你比較沒有把握 或者是你比較不自信 可能是突破自己舒適圈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然後在我們自己到澳洲前 可能也會覺得 我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成功 但是我們到澳洲後整個心態其實放鬆蠻多的 就是雖然你有受到一些挫折 但是不代表你就是失敗的 身為一個外國人在澳洲 其實遇到挫折的時候 有非常多你沒有嘗試過的新鮮事 你可以去轉移一下目標 或者是像我們一樣 我們之前遇到挫折的話 可能就會去旅遊 或去打工換宿 藉由你遇到的那些背包客 或者是換宿的那些澳洲的家庭 他們每一個人身上的一些故事或是經驗 你可以吸取到一些啟發到你的地方 所以這些東西就會慢慢慢慢的可以 帶你度過一些低潮期或是挫折 我覺得到澳洲之後呢 其實你可能也會慢慢的入境隨俗 就是或被澳洲人感染他們這種澳事生活的態度 其實在我們記憶中 當時在澳洲也遇到過一些挫折 但是那些記憶都很短暫 幾乎所有當時我們認為很大的挑戰 後來都完美的解決了 所以不用太擔心 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澳洲留下 許多深刻又珍貴的體會 那其實我們還有收到很多其他關於 住宿 還有找工作跟英文學習方面的問題 我們會另外再做三集 針對這三個問題的影片 去深入回答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回答有幫助到你的話 也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分享給更多人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看過我們上一支QA 那待會可以趕緊去看看 如果說有一些問題還沒有回答到 那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追問我們 也可以follow我們的IG 給我們私訊 我們都會一一回覆喔 沒錯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